一群人撞球打到一半 突然丢下球杆向外奔逃 因为云南2号凌晨 发生多起地震 震度最高5.0 虽然没人伤亡 但是部分房屋电力设施受损 另一个自然现象令当地人惊叹 黑龙江内蒙古都地出现 红色绿色交织的极光 而且往南一点的北京 也出现史上第二次极光现象 极光常见于高度地区 但是因为地磁风暴 让极光范围扩大 北纬40度的北京 也能罕见有绚丽极光 中国刀枪局发布 12月1号到12月2号地磁风暴 中国倾向局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 在地磁暴活动影响下 空间站可能因大气拖拽 造成轨道高度下降 卫星导航设备误差增大 航空飞行将面临通信环境变差 和跨几区辐射的双重风险 地磁风暴是地球磁场 全球性的剧烈扰动 在日本的北海道 也首次出现肉眼可见的极光 美国国家太阳天空台表示 这次地磁风暴 只会出现低纬度极光 不足以造成任何重大破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